又会想说,这个实在不好携带,真的太两难了,怎么办呢? 就多买几支试试看,就跟那个女人的买衣服一样,永远会少一件 所以像那个智慧型手机,还有智慧型装置,我已经买太多了 只要看到觉得很心动,像最近那个ZenFone又出好几支,又不一样了 感觉好像又有点心动,有点想要就把它买回家 永远就感觉少一支的感觉 OK,那这个地方的话,Netbar部分我想各位参考这里 这个上面已经做得很清楚了,而且这个图我看一下,其实都还蛮清楚的 只差就是说你要不要去做,把它做出来而已 那再来就是那个List View,下一个的话,下一个就是上面这个是结束 那我们做出来的结果,看到的就是类似像这样,就把它储存一下 OK,那这个地图还没出来,因为我们程式还没写,所以地图还不会出来 那底下的这个List View,不是当我点这个吗,显示地图这个 应该是显示美食,这个是List View 那这个List View能够List出来,这里我们前面也教过,那各位可以稍微复习一下 在也是一样,07的这个里面,印象中应该是在List View应该在这里 上面这边有,页面,这个第一个页面,第二个是怎么样做List View 那我们那个时候是利用那个景点把它List出来,那总共其实设定两个就好了 第一个,第一个是把它做成那个什么,项目的,项目的符号 第二个是什么,insert是tru,就是要圆角 那这个是一个data row,给它改成List View 这样的话,它就是一个List View出来 所以第二阶段的这个画面,那我们大概会做哪一些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基本上,这个是名称叫Home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就是放一个List View在里面 不过呢,资料来源特别注意,这里面的话,资料来源是来自于这个资料库 这个应该是这个,所以呢,我们的资料是这边的话 其实只要放一个List View进来就可以了 那List View里面的话,记得要放哪些东西 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在那个content里面放这个,里面的话,会有一个DIV DIV名称就是这个entries,这里面 然后呢,在这个entries里面呢,放一个List View 那这个List View里面,特别注意,上面我需要有一个什么 Data filter等一处,这个地方上面才会多出什么呢 多出这个效果,其实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边,OK 那这边要怎么样show,第一个 这一个指的是,这一个 Data insert指的是圆角,Data raw,这个应该都一样 其他的话,就是把,还有一个什么 Data,这个什么呢,Filter,这个 Filter,这个Placeholder,就指的是这个 里面会有什么,最美的,最喜欢的美食景点相关的东西 OK,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先把这边再试试看,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好